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们做五花肉吃 首先我们准备两条带皮的五花肉 冷水下锅 加点葱白 一勺料酒 烧开焯一下 再把它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并且清洗干净 再用厨房纸或者是干布 把五花肉表面的水分擦干 再用牙签在猪皮上扎一些小孔 帮助入味 再垫一双筷子 把五花肉切成小块 猪皮不要切断 像这样就可以 再撒上椒盐 用手磨均匀 腌制20分钟 热锅不用放油 放入五花肉 煎至金黄色 像这样就可以 炼起一锅 加入姜片 八角 香叶 桂皮 炒出香味 再加三块红芙乳 用铲子压碎 炒出香味 再加足够的清水 把煎好的五花肉也加进来 加一勺白酒 一勺老抽上色 再加三块冰糖 大火烧开之后 转小火 煮20分钟 现在就已经很香了 再给它翻一面 再盖上盖子 再煮20分钟 煮至汤汁收干 就可以出锅了 关火出锅 五花肉这么做 真的是肥而不腻 非常好吃 我们尝一下看看 非常的香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